今天呢是我现在坐大巴从阿姆坐到杜萨洛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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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想采取这种按时间线的顺序来展现这一次的Vlog的 但是由于我的大巴延误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的同伴提前丢下我在杜萨洛夫和别人吃了饭 我现在人已经到了杜萨洛夫 但是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后我手上下来吃了大半天 我的Vlog才正式开始 所以这一次就有点像攻略性的 我的Vlog来呈现给大家 来呈现给大家 我们又来到了杜萨洛夫一间取水冰的地 开始了 我们现在正在寒料店外面了不准我们进去 我们现在正在寒料店外面了不准我们进去 我们晚上六点开门 这家店竟然有猪脚 有芝士排骨 还有铁板鸡 太绝了 甚至还有白切肉 哇天呐 8.01pm 如果 如果在家店等下到宏宏 这个我可以借了五块钱小孩 是 okok 哇 哇 你开心 现在的店真的是什么都卖 不过这个好像还蛮好看的 真的这个帽子好好看 它是爱颜色分的吗 很故意爱颜色分的 是吧 喜欢但买不起谢谢 现在走的这条街 感觉就是 杜斯尔多夫的 商业街 就有很多很多的平台 然后门口的 这条道也在堵出 我来等王子试衣服 我是他的stylist today 哦不错不错不错 比那个好多 王子走了 拜拜王子 这个湖好美啊 天哪 应该那个就是没数过 他门口有一个巨大的湖 正好看 就是现在杜斯尔多夫这个城市 给我一种人不是很多 然后建筑物比较简单 然后都不会说英语的感觉 对前面的都是修士 嗯 嗯 我刚刚去这条店也是全程说的 人家对方说的德语 然后我们两个人互相猜猜猜猜猜 所以还是决定来6点钟 关门现在已经4点 4点15了 哦他们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K21 还有一个博物馆是K20 我靠有意思 好大哦 这个里面 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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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已经很快了 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已经做了 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很光更高 也许说 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很长 能够一些美术馆本身就寻scale 这不是一个我能理解的文书 那有人在丢枕头 德国人也太好笑 给大家买了明信片 走了